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发现 代驾代曲团成人 王亚波 41岁 辽宁人 李毅 电汉工人 魏彦玲 36岁 北京人 未婚 邮局职员 大专学历 新北 50岁 北京人 李毅 投资顾问 杨硕 38岁 北京人 李毅 银行职员 本科学历 您得拿的是什么证书我能看看吗 好 这个证书我很崇拜您了 大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班宇 王亚波大哥 王亚波同志荣获2008到2009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铜奖 感谢您的无私奉献 太好了 也就是说您年年都去献血对吗 对 年年献 每年都是献好几次吗 一年两次 坚持多少年啊 现在累计有八千多吧 八千多 太棒了 我们给点掌声了 非常好 谢谢您啊 您是东北人吧 对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这件毛衣是谁帮您织的 这是我花钱织的 不是媳妇给织的 不是 我说的是前面的媳妇不是 不是 您结过婚吗 我结过婚 也没人给您织毛衣 他不会 非常漂亮那件红色的毛衣 谢谢我们的王先生 一位献血英雄啊 谢谢您 谢谢 欢迎您 谢谢大哥 您整个好吃到哪去了 你放屁股里 一会儿我怎么吃 怕响 怕响 没事 没事 鸡针子我早上你现煮的 哎呦 太棒了 七点就吃好了 虽然您做了半天 但我还是想吃 特别好吃 王老师您先来一口吧 我擅长做饭 上面这大的您可以品尝品尝 您是美食家 怎么样 王老师 臭 相当凑合 将来管够 现在您贵更了 我五十 五十了 您长得可够年轻的 没有王老年轻 三个稍微大一点 三十八到四十五差不多吧 我想知道您怎么穿 这么大一批夹克啊 我家里最值钱呀 您是不是跟观众 就像大姐一样 都不最值钱的给穿来了 关键是您拖了皮夹克 是不是肚子就是一圈一圈的呀 也不至于 差不多跟盲挡差不多 我哪有那么大肚子呀 来比一比比一比 您把大一拖一下 不能不实事求是 对不对 客观地说 而且我是一个 来请到我身边一下 完全没有肚子的人 来来来 你别稀 别稀 我哪有度 您能不能别罗锅啊 这顶帽子是您自己选的吗 这个自己买的 自己买的 我觉得你多短 我头发短 多短呀 这不挺好的吧 这多好啊 我还以为你是头发少呢 原来是短的 这挺好的 庄老师 您觉得是不是这样挺好的呀 对呀 我觉得您的帽子 应该给边儿那大哥 对呀 就一圈红了哈 我觉得就是 看什么 就应该是 那种能带什么的那种 杨州长具体的说 某个形象 可能在我脑子 没有那么阴影 小魏您好 看着很年轻啊 今年本命年 36岁 王大哥多大年龄 今年41岁 这挺合适啊 36和41哈 您结过婚吗 没有 所以你是不是特别翻边 说你是圣女啊 对对对 就是特别着急 我妈都快急死了 从那个10年 是11年就开始打电话 我去那个 就是录节目那儿 也去三次了 然后好事多磨 这次终于上节目了 太好了 而且像你这情况吧 非常容易架出去 您瞅你长得 一看就是一乖乖女的样子 你做什么职业的 我在邮局上班 那挺好的 职业也很好啊 还可以吧 就是稳定 北京女孩吗 对北京的 那你怎么把自己 给耗到这个时候了呢 用那个一句 小品一般那词 就是年轻时候 不懂爱情 完了不太懂这事 也没太当回事 然后今年一晃 就三个本命年了 我妈急死了 然后今年 我的口号就是 马上结婚 马上找对象 马上结婚 这个年纪 我觉得都没结婚 有点不太正常 36岁都没结婚 还有一种 就是说离了婚以后 很长时间 自己独居这种女的 她养成一种生活习惯 她很难在这种 跟自己跟其他人 在一起 不能生活 我们来了解一下您 您好 您今天多大年龄啊 我今年38了 比我小一岁啊 您是有过婚姻吗 对我是黎一 然后现在有一个 六岁的儿子 跟着你吗 跟着我 对 小孩特可爱吧 很可爱 六岁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渐渐懂事了 她知道爸爸和妈妈 分手了吗 没有提离婚这两个字 然后但是跟她说 是分开了 不太懂吧 等她大一点 我会跟她解释的 那现在跟爸爸关系好吗 不错 她周末的时候 父亲都会把她接走 但是一提这个话题 你有点难过 我觉得 其实是大人的原因 造成孩子 生活上有一些缺陷 是 我不能说 是我们的过错 但是 我们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来到这里 想给她一个完整的家 有的时候 会不会看到儿子 觉得她 有点小可怜 没有啊 我跟她在一起挺开心的 我觉得你这种心态 非常正确 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 都会觉得 哎呀 这里离婚了 孩子得多可怜呢 其实我觉得 现在我们渐渐地 社会在发展 我们大家渐渐能够理解 如果两个人 确实不合适 死死地 把她绑在一起 还不如我们 彼此分开 彼此祝福 开始新的人生 对不对 而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给孩子 是正能量 我相信孩子也差不了 您决认呢 觉得自己的人生嘛 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 将来孩子长大的 也会跟我分开的 所以每个人 有他自己的选择 我也选择我的幸福 其实对于孩子 她的父亲来讲 也可以选择她的幸福 这个女的就是 我觉得比较理想 外在形象 气质 因为从这女的外观来看 我觉得这女的应该是 比较有文化 有涵养的那种人吧 好的 这是我们四位 大家带曲团 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呢 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一号女嘉宾 您好 您好 很漂亮 小心台阶哈 我之前看我一个朋友 微信的署名 署名是飘着 然后我在02年到北京工作 到现在呢 也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一直有一种漂泊的感觉 我会经常到美术馆 来看画展 但是呢 自己是孤单的一个人 我希望我未来的伴侣呢 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心力善良 能够陪我一起看画展 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 能实现我的这个愿望 请问您拿的这个手稿是 当时那个编导说 有一些才艺展示 然后我是有这种绘画的 这个才艺展示 所以我想拿一张纸 待会儿现场画一下 那个王导庄老师 那这是谁要画的 这个原来是我就是 在那个化妆间是水笔画了一下 是画的你自己吗 对 反正是速写了一下 太好了 美化了 美化自己了 就这个女的和那个已经离婚 带一孩子的女的 都是知识型的 恐怕条件又高一些 我特别希望呢 你能好好地画一下王导 但是我特别希望今天给您提高一点难度 这个画像吧 不是照着人画 稍等我说321呢 会有一张照片出来 我特别希望是一张王伟念老师的照片 我特别希望呢 您能照着那个照片画可以吗 也可以 可以吧 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在节目现场抓拍到的 王老师呢 就这个样子呢 整整做了一天 有亮点 各位找找 看看谁眼神最好 来 你有意思吗 你有意思吗 主要关注肚气眼啊 我要不要给你参照一下 不用 黄老师 你这表情是在干嘛 关键是 亲爱的 你觉得这话有难度吗 我画这个王导会有意见的 王导不会有意见的 王老师 为了人家的幸福 放心吧 如果你画完这张照片 能够找到你的幸福 我愿意把这张照片挂在你们家墙上 我觉得你还是挂到那大哥的他们家门背后吧 王老师这种态度 就是说 自己这些 可能有些人就心想 我这怎么不好 让你老公放 但是他觉得 能给大家带来快 特别分享的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 你得学他这个劲 放得开 你知道吗 好漂亮的照片 中央这次读什么呀 赵明霞 这次读明啊 明啊 对 这个是秋天的 就是说天空的意思 是前笔印还是后笔印 前笔印 好 赵明霞 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啊 什么时候拍的呀 这张照片是2011年的时候拍的 当时是正好是春天嘛 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情况啊 39岁 咱俩同岁吗 75年生吗 我是74年的 那其实是 马上要过40岁的生日了 对 快到40的时候会不会有危机感 反正我有 人到中年 我觉得都会有一定的危机感 不管是感情上 或者是那个 就是工作中 可能都会有一些感触吧 但是就是说 就我目前个人的状况来讲 我觉得感情可能是 就是危机感更强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讲 什么圣女呀 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这方面的感触比较深一点 我觉得人到40 好像我现在还没有觉得 有危机感 这女子我标准挺高的 而且她这个女呢 她有点孤方自赏 你知道吗 挺难交往的 这个人 她首先她架码 人说了人是防疫产策划 她并没有说距离什么职业 你知道吗 她这个东西很 无能两可 这么一个 就把自己就是说 无形当中就提的很高了 你知道吗 这是奇 因为你看她那些照片 她那个取景 她那个姿势 那种表现 她自我在心中很重 你知道吗 这个女的 然后一个就是说 怎么说呢 反正我觉得这个女的 不太好 你有孩子吗 没有孩子 就自己一个人 在上一段婚姻中 怎么没有孩子呀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我前夫他年龄比我小嘛 然后呢 当时我们还觉得 还没有到要孩子 那个程度 再一次证明 姐弟恋有的时候不靠谱 对 小几岁呀 小四岁 他是输满的 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因为人的感情 有时候跟这个年龄 我觉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是吧 可能是间接有些影响 姐弟很正常 找一个大一点的 稳住一点感觉 我不会考虑 比自己像她 你是05年结婚 对吧 对 05年结婚 那其实05年的时候 你已经31岁了 对 我那个时候是 已经是人到30了 是 就说年龄也不小了 你们谈恋爱 多久结婚的 我们是02年谈的恋爱 谈恋爱的时候 你28岁 对 他24岁 是 所以这个 如果我们不摆这些数字 可能不觉着 就觉着也挺好的 但一摆这个数字 大家想一个24岁的男孩子 我确实觉得男人 得到了30岁左右 可能才能够成熟 除非他在20到30之间 经历了人生大事 比如说家里的一些变故 等等 他会变得突然成熟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 20多岁的小孩 我确实觉得 还是矛头小伙子 就是他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 有的时候会很不一样 就是说跟谈恋爱的时候 也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谈恋爱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会 尽量地迁就一下对方 但是结婚以后的话 可能就比较务实了 那么就是说 每个人的这种性格的一些缺陷 也会凸显出来 我是觉得 有一个孩子 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你会不会现在也觉得 要找一份爱情 要要一个孩子 对 我觉得没有孩子是一种遗憾吧 就是说 假如说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如果要是要小孩的话 可能呢 大家的这种注意力 会转移到孩子身上 可能两个人的冲突呢 随着时间会有一点淡化 就说可能会有些弥补的一些 这种那什么吧 我觉得不会 他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因为孩子教育问题 我们当时也没要孩子 就两个人都比较自我 然后他不迁就我 然后我刚开始其实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忍让他的 就是说尽量让着他 但时间长了 我会觉得很压抑 所以我也不想让他了 这两个人的矛盾就积累了 就比较多了 王先生 您在上一段婚姻中有孩子吗 有一个 多大的孩子呀 今年14岁 是男孩女孩吗 女孩 跟着您吗 跟他母亲在一起 你经常能见到吗 有一年能见到三回四回吧 想孩子吗 想 孩子跟你关系好吗 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把我忘了 你在他多大的时候 跟你前妻离婚的 两周岁 两岁的孩子还不记事呢 对 您能告诉我为什么离婚吗 这个事有些 算了 说吧 他 我前妻殴打了我母亲 是殴打吗 还是冲突 当时他们俩吵架 我就在旁边劝这个劝那个 结果 我前妻有些 就是乱说吧 有些讲不讲理 然后我母亲气急了 就拿扫地那个条上 去打我前妻去了 然后我前妻站在床上 照我母亲的胸口就来了一脚 你看到了 我当时在跟前 当时妈妈就倒地了吧 昏迷了 昏迷了 当时送到医院子了 完了第二天就黑了 那好狠呢 这脚踹的 我估计他当时要穿鞋的话 这脚 有可能致命了 因为在胸口上吗 对 当时我把我母亲送到医院 她去了吗 没有 我回到家了 我打了她 那你也有点冲动 对 这是挑战了我的原则底线了 但是是妈妈先动手的呀 对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妈妈也有点冲动啊 对 妈妈也冲动 也就是说您离婚这十二年来 其实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对 你跟你的前妻肌肤不来往 对 那孩子你什么情况下才能见到呢 我把钱放到我姐姐 我姐姐家里 她去求扶养费 到时候我姐给我打电话 我能看着孩子 孩子见到你亲吗 不亲 很伤心 所以如果你再次结婚的话 你是不是希望能找一个人 然后你们再要一个孩子 随女方嘛 我结婚的话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虽然说不在我身边 要也行 不要也行 看女方愿意 如果女方要带一个孩子 也可以 你愿意 你会照顾这个孩子吗 我会 您在朝阳做什么职业 我是一个普通工人 电焊工 妈妈现在好吗 身体都是老年病吧 我父亲身体还行 那这个故事讲完 让我们觉得挺纠结的一个故事 能听出来 她是个 其实骨子里是个挺老实的人 我觉得先生 其实我想反过来告诉您 假如我今天是您的前妻 我来到这个节目 我会这样讲这个故事 当年我的前夫的妈妈 动手打我 因为他打我 所以我挡了一下 可能把他这里踹青了一下 然后我的前夫就不依不饶 送他妈去完医院回来 就把我暴打一顿 由此我们离婚了 我很恨他 我很恨我前面的婆婆 所以我也希望女儿 不要跟她联络太多 会 是不是 如果我们反过来 我如果是你的前妻 我会这样去讲这个故事 我想讲给您是 说先生 都有错 对 在那件事的处理上 您母亲 您前妻都有错 对 所以 您一上来说 我的前妻 殴打了我的母亲 我觉得不完全准确 不管老家人在不对 动手是不一 作为子女来说 要有一定的忍耐程度 对这件事都不对 你这个老家跟儿媳妇 这晚辈 是吧 有话有得好好说 动手这东西 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是不对的 有话好好说 就算是离婚 也叫好聚好离 小赵 现在做地产策划 会不会很累 比较累 有时候会经常需要加班 什么的 对 因为我知道地产策划 其实跟我们的职业特别像 有的时候没有规律 可能熬夜成了习以为常 对 我们的时间有时候会 就是说晚上熬夜 经常熬夜 有时候会睡得比较晚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谈恋爱 您对另一半的要求 是什么样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男人呢 他的心理一定要善良 就是首选的 另外的话呢 就说他要对家庭 有一个责任感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号男嘉宾 一号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今天听我们厂商这些故事 会不会觉得 哎呀 看来每个来这的人 都是有故事的人呢 是 您是不是也是一位 有故事的人呢 我的故事也挺多的 挺多的 对 您对我们厂商这几位 女嘉宾印象怎么样啊 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您看来属于博爱型的 我觉得 那个带小男孩的 已经离异的那位女士 对婚姻的感触更深一些 也就是你 你喜欢他这个类型的 对吗 不好说 我也不好说 哎呦 你脸红了 我都 这透过镜头 都能看着 是这位吗 是 是 是 哎呀 你喜欢这样的 不是喜欢这样 我觉得他可能 对生活的领悟 更深一些 我猜猜吧 您是不是也带一小女孩啊 是是是 您怎么知道 这不就是家有儿女吗 您的女儿多大了呀 呃 七岁 小姐姐呀 就是 你如果说 有一个男士带一个女儿 你愿意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是哪里人 北京的 北京人 先生您哪里人 一样了 哎呦呦 啊 你北京哪儿的呀 宣武区 先生 现在叫西城吧应该 对 现在叫西城 先生您哪个区啊 那就不一样了 我在朝阳区了 哈哈哈哈 王老师 这先生挺调皮的哈 是 调皮还有点捣蛋 哈哈哈哈 好那我再问您 呃 您女儿听话吗 我女儿是 重点小学里边 重点班的这个 重点班 算 中上等吧 品学兼优 而且画画特别好 哦 你儿子有什么优势吗 呃 有啊 我儿子武术挺好 哈哈哈哈 可以保护姐姐是吧 哎呀 这好像还没出场 我都觉得火花四溢了呀 王老师 那这就对了呀 太像您刚才那张图像了 哈哈 咧着嘴笑 第三只眼看世界 哈哈哈哈 来 帮我把那图像打一下 亲爱的 您呢 就坐这儿慢慢画啊 哈哈哈哈 我们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哎呀挺帅呢 运动型的 等会啊 你喜欢运动型的男生吗 可以 你喜欢胖 胖一点的男生呢 还是瘦一点的男生呢 您这样就行 哈哈哈哈 您这样就行 那你身边那位不就行吗 啊 可以啊 关键是能说得来 兴趣相投就好 关键得有个女儿 先生您有女儿吗 我一个男孩二十四了 二十四 二十五了 你结婚够早的呀您 二十七 不太早 差不多 哦 您您您的孩子都二十多了 二十五了 那跟我们都不属于一个级别的了 不是一个重量级 来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哎呀 哎呀 确实长得像王岛 哎呦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您好 哎呀这长得太像了 王老师 您好您好 您别着急 您站着 您刚才一说了 想找给我这个款的 双胞胎 不像 您一上来脸就红了 不好意思 我特想知道 闺女 长得像你吧 一样子还像妈妈 嗯 集中了我们俩的优点吧 是吧 但是人我闺女是那种特 文秀那种特特特文络那种女孩子 你告诉告诉我你们俩的优点是什么 呃 闺女照片了吗 你的优点是什么 呃我的优点 怎么说呢 反正有时候我觉得啊 就是比如说附近带带女儿出去玩 有时候也看这个父女俩在一起 我觉得这父亲有时候长得 就像我长得挺难看的 但是女儿吧 长得又像父亲 然后又又好看 有时候这种特微妙感就说不出来 哎呦 一说到你女儿呀 你这个脸呢 就像一牡丹似的笑的 哎呦 太爱孩子了 一看啊 后面还有个人等着跟您握手呢 哦 是 是吧 你这握手之前 你先你先瞻牙一下 我刚才在那个旁边那间屋子里已经看着 我觉得哎呀笑了半天 哈哈哈哈 咱俩差不多咱俩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可能是吧 介绍一下几位 几位嘉宾 呃 四位嘉宾 没问题 几位 我问 我说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嘉宾 他说 嗯 一二三四四位 哈哈 这我 这这这是考你女儿的 我想让你跟他们都握握手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刚才你见面了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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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好好 刚才呀 这先生说四位这个过程 说明老实人 哎 这位女士要给你推荐一下 老实人 说明实数 这位女嘉宾 对这位先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忠厚老实吧 为人挺 看着挺实在的 哎呀 对你印象不错呀 是吗 啊 谢谢 谢谢 这你是不是觉得手都没地儿放了 是 哈哈 您觉得对她印象怎么样 嗯 还行 挺好 90分的话 嗯 90分吧 我替这位女士关心一下 您的那顶帽子 您戴帽子不是因为就是你怕着凉怕感冒还是 有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平时工作呢就是有时候没时间出去理发 我自己呢就买了把推子你知道吗 然后我自己推头 你有头发是吧 有 但是我给推了 喝了以后啊 有时候挺冷的 哦 确实有 有头发 确实有 这个很重要 你想想 庄老师她是因为 没有她只能戴头套 你这庄老师的头套戴怎么样 原来我跟我妈一块去看电视的时候 我妈说你说你看这个人肯定戴着头套 我妈不是这样的 我说戴头套人呢 脖子有个G根绳 得穿这个头套 这G根绳是真的 谁说的呀 你那年戴头套还脖子有个G根绳啊 戴帽子是 说明你妈妈经常看我们节目 对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 我是我们公司一个同事 他是跟我哥哥一样对我很好 然后他的爱呢 我管他叫嫂子 也知道我这个离异的情况以后呢 特别关心我 他老看着 他是咱们这节目的忠实粉丝 然后说不行 你就来参加这个节目试一试吧 当时打电话 然后还拨着144查的号码 一下查到这儿了 哎呦 是 心情愉快 心情愉快 关键是还有人带个小男孩 关键还六岁 关键还会武术 还能保护姐姐 这种性格我欣赏 性格开往大方的 外型 性格比较好 你这祝朝阳啊 你做什么职业的 我呢 是这个 在一个代价公司 赞这个代价 在路上 就是杨成辉 每天的工作状态 杨树人为人诚实 对工作认真负责 公司交代了他的事情 交代他的任务 从来不打折扣 勤奋 踏实 不挑活 是领导对他的评价 而每天跑来跑去的辛苦 却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 不管这趟活是在怀柔还是在昌平 他都是一副笑脸相迎 那会不会经常晚上工作呀 我白天是送二手车 有时候白天干得差不多了以后 我晚上就不出去 但有时候晚上会出去很晚 那孩子怎么办呢 我那是女孩 离以后呢 我主动要求孩子归我来抚养 然后孩子现在是我爸妈 他们负责 因为我爸妈住在亚运村那边 我离学校也近 他们平时负责孩子这个生活呀 学习 我呢主要是工作 然后每月给家钱 然后那个定期的回家看孩子 跟孩子在一起玩一玩 那妈妈去看得多吗 一次也没去看过 你们离婚多久了 离婚了有半年吧 半年妈妈没有去看过吗 一次也没看过 而且就是今年入冬以前嘛 我说你把孩子的衣服 我说咱俩分手了 你把孩子冬天的衣服整理整理 我给他爷爷奶家拿去 他都没管 这都是我整理的 然后春节的时候 给我打了一电话 问孩子情况 我说呢 我说爷爷奶这块照顾孩子特别有 孩子学习也挺好 也挺争气的 孩子也特别聪明 他说他没有勇气去见孩子 然后说呢 想给一些抚养费 我说你要愿意给呢 我不想要 我说因为我也不缺钱是吧 我说我呢 每月定期给孩子抚养费 我说你要愿意给呢 就给他爷爷奶奶 最后也没跟我爸妈联系 就一直就是这种情况 孩子现在这块就是我带 孩子会想妈妈吗 肯定会的 是不是 这是很正常的事 当然所以我来说 他会说吗 会说 我爸妈很少跟我聊这些事 可能怕我心里难受吧 但是有一次我回家 爸妈给我看孩子 老师给孩子一个填空题了 说我的父亲叫什么 我的母亲叫什么 其实我们离婚之前很长的时间 我跟我爱人就已经分居了 但是我的孩子仍然在后边 显然我叫什么什么什么 我爱人叫什么什么 孩子心里肯定是 对他伤害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我尽量 作为一个父亲 父亲该尽的职责吧 妈妈为什么会说 他没有勇气去见孩子 你们当时打得很凶吗 伤着孩子了吗 我们有时候吵架 但是倒没怎么打 你知道吧 我们俩我跟我爱人就是结婚的时候 我那时候 你前妻 对我前妻 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期货公司当操盘手 跟现在情况不一样 那很挣钱吧 操盘手 是挣钱 但是现在呢 因为我也考虑 因为这个行业风险特别大 我很多我的朋友 因为就是进入这个行业 被我带入这个行业就跟我一起承担风险 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说 我觉得挺不好的 你知道吧 后来我自己暂时就是说 目前干这个代价行业也干得挺好 但是从我爱人来说 因为他是这个山东人 他家是在山东 人跟人想法不一样 有些人到北京以后呢 可是想我找一个老公啊 结婚友孩子 我踏实过日子是吧 但是有些人可能想法 想要的东西也许会更多一些 就他觉得你达不到他的要求了 开始的时候他认为可以 事后我现在目前这种情况 他认为不可以 他认为达不到他的预期的想法 是吧 就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 做法和表示让我就没法接受 比如说对我的一种不尊重啊 对孩子教育的一种怠慢 我好几次跟他说 我说我在外边工作晚上回来很晚 你负责孩子照顾孩子生活 照顾孩子学习 我无一条中发现 至少两次以上 孩子在家看动画片 他不辅导孩子学习 让自己在屋里 拿手机上微信 让我看到两次 你知道吧 就是对孩子不能承认 而且我们有时候在一起吵架 我认为对孩子都是一种伤害 而且离婚之前 我有跟他说过 我说你不用考虑跟我怎么着 你就为了孩子 就是说咱们能维持这个婚姻 别伤害了孩子是吧 最后都不可以 就是说 非要跟我离婚 那也没办法 我说这孩子呢 我说因为结婚的时候 孩子是随我的户口 是吧 我对着孩子一定负责到底 不管我自己有多难 一定要对孩子承担你责任 这个问题我觉得哈 不能一干 在婚姻当中 各自有各自的货存 不能说就不能归接在一个人身 其他理由咱们就不了解 肯定有什么难过吧 你当时做期货的时候会不会 因为炒期货这东西啊 有时候一天可以挣 操盘手会挣很多钱的 我一天挣几万的时候 经常呢 我那时候在特务的时候 我给公司做 我门口都站着保安的 我一个屋里四台电脑 我也是经历过那种 有过钱 那种环境 是是是 当然后来也 行情不好也曾经赔过很多钱 后来我总考虑 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分析体系 但是我觉得 我带给朋友这些东西 就是说 给他们带来风险太大了 另外一个随着我年龄增长呢 我更想就是有一种 祥和的生活环境 我不想那种欲望 过于高的以后 那人的那种 对物质的渴望 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我觉得我觉得 所以你希望你 简简单单的 有自己的生活 可能以后 我不会总是干代价 如果有好 因为我朋友也很多 我还会干其他一些 就是比这更好一些的行业 但是我觉得 就是踏实实的生活 能对自己做的事情 多尽一些责任 我总是想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 能力特别有限 特别的有限 我这一生 如果能做好一件事 我觉得 也算不白活一场吧 作为我来说 好 谢谢 你好 刚才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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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这位先生 您的情况也了解差不多了 您先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好不好 好吧 谢谢您 谢谢谢谢 这边掌声欢送一下 一号女嘉宾 一号男士 他是属于那种运动性的 我感觉他可能偏外向一点 就是比较活泼的那种类型的 不太够你所谓的那个稳重标准 其实我稳重的标准 不是说就是一板一眼的 可能就是说比较沉稳的人嘛 就是说日常生活中 不那么夸张 我喜欢那种类型的 您确实觉得这位女士还不错是吗 是的 您觉得呢 挺好的 挺好的 但现在呢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观察室里有一个女士说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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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您 是吗 所以就要看您的感觉了 来三号女嘉宾您好 您好王芳 您好 是不是您刚才跟我们的编导说 对先生印象很好呢 是挺好的 你会不会觉得挺适合她的 我觉得挺适合她 因为我挺不佳的 您是哪年出生啊 71年 70年 70年 三月份 那比您大六岁 六岁 三号女嘉宾 您多大年龄 我38 你也属龙吗 我属兔的 我生日小 38岁 您为什么觉得自己很适合 或者为什么觉得这位先生很适合您 我觉得他对孩子挺好的 挺顾佳的 您有孩子吗 我有 有一儿子 多大 16 也就是说 这边是一弟弟 那边是一哥哥 先生 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三号女嘉宾吗 让他可以上来 上来看一看 感觉 对 三号女嘉宾 您好 您愿意跟二号女嘉宾换位置 先到场上跟着先生交流一下吗 可以 但是关键二号同意不同意啊 没准人二号女嘉宾对先生印象也好呢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二号女嘉宾为什么不同意 那只有一个解释 你也喜欢这位先生 欣赏他的性格 开朗 不同意 王老师按照咱的规矩 他要坚决不同意的话 那就只能二号上 对吧 那肯定是 人家二号排在第二了 对不对 那不行 再说了 他们也知道我都偏喜欢二啊 小名王小二 二号女嘉宾 您多大年龄啊 38 也38 对 您是属龙的吗 也属兔 合着那 我也属兔 那也就是我也可以说我38是吧 可以 我也生日小 我也年底的生日 你不是38 你38 对 对呀 我这年龄 先生 你这一转眼还整成小波波了 我们很久现在没有出现过小波波了 我都觉得奇怪 你看这笑的 还一定都这样笑了 郑老师 刚才您不在这情况是这样的 只要您一不在了 马上就有情况 我刚才去给您处理您的照片去了 那先看看照片 先看看照片 您觉得画得怎么样吗 王老师 他什么 在他印象中我是个毛猴呢 这个画啊 缺少神来之笔 后来我加了一个神来之笔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 挺好的 行了 您说先生怎么办吧 要不我替你去看一下三号 我来问一下 二号女嘉宾 您好 您是哪里人 北京人 北京人 三号女嘉宾 您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 户在北京 您希望见二号 还见三号 对 现在太有压力了 还是您谁都不见 直接跟这位女士去交流 跟这位女士交流 对 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 我建议您看看 因为那两位女嘉宾也挺漂亮的 二号女嘉宾 好 她说先跟这位女士交流交流 那您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 您还不说 你得先看看我呀 他就是宁可让杨女士带走 也不能让三号得手 他们是聊去了什么 其实他俩挺适合的 小魏 你爸爸妈妈 都会做什么职业的呀 我是那个郊区的 父母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们就转成城镇户口 其实也无所谓了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市里上班 然后我妈特别着急 就把能脱的亲切 然后北京能说上话的亲切 几乎都走一遍 然后电话晚那个导播间打就无数 也想从11年开始打 前两次都是我自己不愿意上 也去那好了 然后就跟人家说的也不错 好人家看不积极主动 然后这次呢是特积极主动 然后有机会 我说那就来吧 了却我妈一个心愿 这孩子太可爱了 其实你知道吗 我觉得啊 有爱情的时候我们得享受爱情 没爱情的时候 咱自己也得把生活过好了 对对对 他呀 因为这不是没谈恋爱吗 这个女孩子非常的上进 他就觉得反正闲着也闲着 好像考了不少证是吧 对对对 考什么调查分析室证 上营销证 统计证 这不是三月份又该考那个会计证吗 去年考没考过 反正也没去谈恋爱 这时间就用在这上 你从来没谈恋爱吗 人家也给介绍过 我可能表达感情的方式 有点太直接了 之前人家给我介绍一男的 离过欢 我就觉得吧 说我要喜欢他 就不在乎这一切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个 你结婚原先的家具什么都没问题 因为也没见过几次面 我就想表一下我的决心 就没看不起人家 然后表得太过了 然后那个男孩子就发信息 说你特别好 然后又挺善良的 然后工作也挺稳定的 也挺老实的 一看就是那种持家的人 但是我们性格不合适 哦原来是这 这孩子太可爱了 还有主动的 然后就是人家 我说一外地的男孩子 他没有父母了 就是我看着挺单薄的 给人买衣服什么的 他那是冬天 我们认识了嘛 然后我就看他穿的特少 给他买的 买的那个保暖衣 然后也就见过四五次吧 就那样 然后也不行了 就是我看着人家以后 就特主动 但是主动以后就是 可能人面有点接受不了 所以现在呀 你得转换策略了 姑娘我跟你说啊 那倒不是 我是觉得一个人 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 真的是你的菜的话 你就大的方方 就像你今天这样 我觉得特别好 大的方方 自自然然 他就该有的都会有 方姐您知道吗 这是第二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第三次是一个男生说 你挺好的 然后真的挺不错的 然后就是太胖了 然后你能不能为我减肥 然后减了一个星期 后来我就跟人家主动说了 也别耽误了 你 我说真对不起你了 然后那个实在是减不下去 然后也就这样了 然后又给我减了 这个女的挺明白 自己能追回自己的爱情 我觉得关键还是看 这个男的喜欢不喜欢他吧 如果要是喜欢的话 可能主动他也能接受 我就是比较看好您的 就是第一 就是您离婚以后有孩子 对婚姻那块 有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吧 另外一方面来说 就还是喜欢那种 有文化 有些修养 有些内涵那种 不过倒是挺方便的 你是北京的 我也是北京的 是 掌声有请 二号女嘉宾 您好 欢迎台阶 我们俩重岁 重岁 我是1975年10月份出生 70年1月 那你这属于是兔尾吧 对 比较直是吧 干脸 刚才看到二号先生选择 跟那位女士去交流了 心里会不会多少有点小别扭 没有 我祝福的 三号女士会不会有点小别扭 那得问他 那得问他 听着你们这个矛盾呢 没有啊 你今天基本上等于耽误了人家三号女士的幸福 被拦住了 为什么你不拦那个杨女士 要把三号女士拦在你后边呢 这就是拦住 我们就是 对 我们觉得就是拦住 对 这个问题 我好像不好悔点 希望早点出来 也没希望早点出来 可我就觉得 三号可能真不适合 比较 还是为三号好 不适合 不适合 想得出去受打击 不是受打击 就觉得 不合适 对 他应该还是有更好的选择 你觉得三号应该找更好的 对 因为三号好 我看出来 他这还是一个热心肠 这个人挺好的 这个女的挺好的 真的 性费比较劣 比较爱拿主意 我跟你说她是什么人 点心北方女孩这样的性格 性格火辣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女嘉宾基本资料 北京人 张建荣 对 公交乘务员 对 你一说这我就明白她的性格了 热情似火 公交乘务员是售票的吗 售票 我们那个编导说了 问你半天 你也不讲你哪路车 你是不是怕从此 这你们那路车人太多呀 可能是 太娇人了 回来了 你聊的怎么样啊 您跟一号男嘉宾聊的还不错吧 还不错 你对她印象还好吧 挺好的 留联系方式啦 这允许留联系方式吗 孙老师啊 你这破坏我们规矩啊 对我也拦不住啊 对 你让人家在一个小屋里单独聊一会儿 那她要留你还能 你留得住啊 对不对 假如一号男嘉宾留了您的联系方式 最后选择了二号女嘉宾 之后她一出门给你打电话 你还接吗 接啊 接 没关系 如果她给打电话说 我选择二号 我其实就是想要她一电话 那我还是觉得你好 你能接受吗 我觉得 不会 她应该不会这么说 我就说如果她这样做的话 你能接受吗 我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从普通朋友做吧 官员这男士怎么想啊 你别说话 我来替你问啊 一号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你回来了 回来了 这位杨女士回来之后呢 跟我们这个简单的交流了一下 她说是在观察室跟你聊的挺好 觉得挺有感觉 但是走到路上了 她又觉得这个不合适 就是觉得你太胖了 跟你一个礼拜之内 能不能减出二十斤去 一个礼拜 这恐怕有点浓度 一个礼拜能减掉十斤吗 杨女士说 她希望您能够减减肥 你愿意吗 我跟你说 我以前很瘦很瘦 您直接回答我 当然愿意了 你觉着 你觉着刚才王老师说这个 杨女士说想让你减肥什么 是杨女士说的 还是王老师说的 这里边有点水分 我感觉有点水分 说明他们俩早已经心心相应了 有默契了 而且她对我们的嘉宾的发言的了解程度 应该说还是可以 主要对您的人品了解就比较透 全部说一个女孩一个男孩 对 她吃得好些 做公交乘务员应该说工作很繁忙吧 每天要工作几个小时 七到八个小时 一直要站着吗 对 基本上 您在公交车上 是不是跟很多北京的女孩一样 就是一上车 说话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你有机会的话 可以坐我的车 那我现在就想你们吃了 三十七 现在准备服好 哎呀 你这圈怎么还这么不稳呢 哎呀 哎呀 服务态度真好 您好 现在准备服好 我想去一下大人二 大人二是吗 大人二 您服好 这服好 前面车多 请您注意安全 您到大人二是吗 对 您这样您服好了 到站的时候 我去那买火车票 那可买得到吗 可以 可以是吧 对 哎呀 您有对象吗 没有 没有 我也是在逛棍 很不好意思 我只能这么说 谢谢您的好意思 不是 我没说要给你搞对象 我就想跟你谈一谈 我们工作期间 不谈私人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不行 那我就下车了 先生您慢一点 你还没交车费呢 我不交 刚才这个过程 我会觉得这个女士 工作中的状态 是非常好的 特喜欢 玛丽 你什么时候离异的 10年 有孩子吗 有 13岁 那孩子挺大的了 跟着你吗 跟着我 男孩女孩 女孩 13岁应该进入青春期了吧 对 有点闹腾吗 还可以 会跟你有争执吗 会有 那怎么办呢 像朋友一样的交流 就他的爸爸 跟他交流多吗 也有 很少 他会经常想念爸爸吗 想 你们在他多大的时候 离婚的 9岁 是不得不离吗 对 是你前夫一定要离吗 是我提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冷漠 冷漠 能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因为我们是在02年的时候 离过一次婚 又赴了 对 复婚也是因为孩子 你说孩子才小 两岁多 06年是复婚的 然后09年的时候 基本上他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怎么说呢 情感问题吗 对 他有了新的情感 应该可以说吧 你发现了吗 发现了 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发现的 他不回家 当个月 能回一次家 或者是一个月 或者一次 那你们这婚姻 彻底是名孙失亡 因为那时候 孩子说实话小 他的母亲 那时候身体也不好 因为我一直是 在跟他的父母 在一起住 然后我也不希望 我们的事情 就是让老人身体不好 让孩子 因为毕竟孩子 约已离过一次 然后不希望 也希望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也希望 多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后来 10年的时候 是单位体检 查出了就说 我需要做一个 复合的手术 然后 我就给他打电话 叫回来 叫回来以后 我说 可能在我住院这期间 我说你需要 照顾孩子 老娟 就是他的父母 然后他给了我一句什么 就说 你去呗 别跟我要钱 我没有 就为了一句话 我就觉得 不可能 所以我就 就是回家 跟我的姐姐 因为我下面 有一个姐姐嘛 然后商量完了以后 我姐说 那你回来吧 带着孩子 你就是说 现在是你带着 女儿回到父母这里 对 回娘家 对 如果一般有感情的话 我觉得不会这么说的 那就离婚了 那怎么办 对这个前妻冷漠了 然后再往下 这维持必要了 是吧 儿子自从他离婚以后 一直他就带着孩子上我们这儿住 其他他也没地儿住 是吧 对 我们这儿一个两居室 结果一来人什么 那也挺住的 也挺紧张的 因为我跟我先生在一起 有我先生的那个爱 我觉得 虽说父母和姐姐都给他爱吧 但是缺少另一半的那种爱是不一样的 这不就老看这个选择节目嘛 结果他姐姐就想说给他报了名了 我妈妈快嫁个男朋友 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 您是哪里人啊 东城的 您呢 朝阳 那你俩挨得近呢 您做什么职业呀 我厨师 司机 客服 完了现在是投资顾问 哦 现在已经投资顾问了 顾哪方面的问呢 就是理财吧 在这家公司 比如你要是做交易 我就给你掺门掺门 但是把风险得告诉你 请约了 那您现在生活稳定吗 我是基本非常稳定 我太常说 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我有独立住房 我不 我比较环保 跟王导学了 就是有一个小 小模特 两轮的模特 就是有时候上下半开 生活非常稳定 基本上 但这18年 您怎么就没再找个对象呢 就是这个婚姻呢 适合自己的 我跟王导一样 一言难尽呢 建荣啊 这位先生呢 比你大一些 她已经年近50了 觉得年龄差 你能接纳吗 应该不是问题 先生您对我们这位女士 印象怎么样 还挺好的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身高的差距 我们俩属于一个级别的 您不介意吧 最后看感觉吧 这个什么叫小鸟依人 只有我们这样的身高 才能小鸟依人 你要整个一米八的 你依谁呢 是吧 郑老师 对 我也想要一人 会不会有一米八的大姐来收拾我呀 是吧 王老师 我发现你们真会给自己找理由 个小就个小吧 对不起 这一说把这位女士给得罪了 我觉得他俩没有第一对那个大 我跟他是同事转为朋友 他的一些事情我很了解 我看到您的眼泪了 你这个朋友一说话眼泪都快出来 那我很心疼他 我爸怎么说呀 我比他大五岁 但是从一些方面他能说 很好 你们觉得那个长得像王岛那个哥们 他一哥们说你呢 先生您好 像这样的您觉得多爷们啊 我希望他们随缘 一起这个尊重我妹妹 是吧 先生 现在呢就有一选择了 要么呢 您可以选择跟这位女士交流一下 要么我就让他呢 见一下二号男嘉宾 您怎么选择 我呢就是看到最后 看到最后 也紧张啊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先生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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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手上还破了 不是做饭做的吧 不是 这怎么弄破的 跟外人烧纸 把手上烧了 什么时候 初三 大年初三 您去给他烧纸了 您一定是烧得特着是吧 怎么会把手烧了呢 他烧纸有点风 这个夸风 把手给烧了 您为什么大年初三去烧纸 我们河北的风都喜欢 初三 就给我烧纸的 也就是说 在河北那个地方讲究呢 人走了之后 每年大年初三 其实是给那个世界的人拜年 我们多周事 咱这摄像在旁边 我们聊一事 我都掉下来 我都哭了 这一个小小的创可贴 却让我们引出了一段故事 我以为呢 这个先生是来我们节目 参加节目 做饭 把手切了 但我突然又想 切手也应该是切左手 一般我们很少把右手切了 这就引出了一段新的故事 我对他印象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男人就是还是挺有责任的 您在国企做什么职业 刚开始是检察员 后来当部门长 后来这个当计划部长 然后这个跑业务 当部门经理 也就是说事业还是挺顺利的 事业非常顺利 生活也完全无忧 一点都无忧 最遗憾的 就经历了这样的一次事件 是 是不是爱人刚走不久啊 一周年多点吧 因为我 去年2月1号 我从您的这个眼睛上能看出来 黑眼圈这么严重 您是经常睡不着觉吗 有点失眠 因为您才48岁 其实说实话比老庄大不了几岁 但是坐在这儿感觉 您是很有年龄感的 就是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啊 因为我爱人是那个 从05年 不然08年开始就得了抑郁症了 是一共是五年 哦 折腾的 对 所以这其实到现在有六年的时间了 何复吗 您就没怎么过过正常生活 是 当时呢 这位先生说 爱人去世一年多一点 我们也说 要不要你再考虑一下 时间有点短哈 他身边的人呢 都说赶紧让他来吧 说他太不容易了 说五年的时间 大家要知道抑郁症 确实你要随时的防范他 是 因为他有自杀倾向 有着抑郁症严重了以后 所以这个男人在过去的 这五年 那五年的时间里 过的是一种 非常忍的生活 所以他的家人 朋友 都特别希望他 赶紧能开始新的生活 能够走出来 你能理解刚才他讲的话吗 可以理解 人挺善良 但是就是 始终都没从这件事里出来 你平时会笑吗 会笑 笑得多吗 笑得多 这今天见了我 怎么全不笑了呢 我其实是一个挺开朗 挺直爽 我是讨厌我 就这一年 对我打击非常大 因为我爱人是自杀的 而且还不是正常自杀 是被我们小舅子 逼得自杀的 为什么 我不愿意多说这些了 所以 爱人走了之后 你会不会跟 原来的这个 岳父岳母这一家人 都关系没有出好啊 我没有这个丈母娘了 04年去世的 我不愿我老丈人 但是 我老丈人做了工具了 被我们小舅子 也是属于欺骗的 其实08年开始 我爱人得了抑郁症之后 我就从单位连工作 连在照过他 24小时 什么的 然后给他瞧好了 但是我们儿子高考 头高考一个月 他这个有点复发 复发了之后 又给瞧 又瞧好了 当然就是 他觉得对不起家里 而且又是 都是背着我的情况下 反正给他们家 用个几十万块钱吧 就是说背着你 给他的家里人 扔了几十万 对 等他死了 两三个月以后 我老是躺着 想这个事 回忆这个事 就是说受过什么影响 因为哪都是 挺宽松的环境 总找出原因来 我费了半年的精力 最后把线索 根据各个线索 查 查着了 最后他们也都承认了 承认什么 他们做的 什么 这个病复发 与他们直接有关系 所以我是这么想 先生 其实今天来这里 咱们是一个 相亲的地方 是 这也是我们那个主编 就接待您的这位主编 非常担心的一个地方 这位先生 就是由于 妻子抑郁症 把他绞了这么多年 而这件事情 一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 其实我们今天 我其实愿意跟他 走下一辈子去 先生您要控制自己了 如果你不控制 我都怕你 再卷到抑郁症的 这个圈子里 您明白吗 就是您在上场之后 您一直不断地 在讲这一件事 这其实 对于你的心理健康 来不好事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我希望您从现在开始 就来到这里以后 一个新的平台 忘却 如果有一个好女人 在你身边 你能够调整一下 我觉得她心情不好 肯定还没走出来 就是她老在回忆以前的事 如果说真实说那什么的话 有一个女的 对这男特别好的话 也慢慢能调整过来 其实到了 你也没有把你小舅子 是如何让她又把抑郁症 给重新复发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首先 你的太太肯定是生了这个病 我觉得如果不是他们 直接把她推到楼底下的 我觉得你就应该设法去 把这件事情努力放下 其实王导刚才说到了一个 特别至关重要的 首先 如果您妻子像您所说的 她真的是这个心理疾病 是这个病 并且真的有这个倾向的话 那么您可能永远无法理解 对于她来说 那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她自己想这样去做 是 对 从17楼跳下来 当时我看了 其实就后脑壳流一点血 手腕上有一个滑了一道口 走得特别安详 所以说我要接着您这会儿 对于她来说那可能是解决她的痛苦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可能您照顾她 您很痛苦 可能她身边的人很痛苦 但是真正最痛苦的是她 对于她来说那是她自己选择的一种方法 对于您而言 一年来在追踪这个事情的结果 最终您得到了一个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 可能对于您来说是更需要的一个解脱的口径 我需要有一个仇人 我需要找到一个原因 我们换句话说 那一天后来她醒来了 她会跟您说什么 她会要求您像今天这样 这种状态 她肯定不希望您这样 她如果在天之灵的话 她会希望您过得更好 您刚才也说了 她甚至把自己也当成了一个拖累 她那么去做 不仅仅是由于谁在指使她 或者谁在给她造成了一个错觉 她这么做很大的一个成分 也是为了解脱您 那么我觉得您就不要去辜负她的这种愿望 实话实说 您的这种表情 您的这种状态 作为一个女士 站在您的面前 略微有一点害怕 您太严肃了 我相信您在生活中不是这样 曾经不是这样 一个做业务的人应该是非常开朗 而且非常能说会道 尽快从这件事调整之后 别让你的孩子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她将来有一个幸福家庭 这样不是对王琪最好纪念吗 她是你们生命的延续 做什么业务的 设备推销 你推销的是什么设备的 我们让那个炸鸡 炸鸡 因为我们属于五矿集团 请问对面这位女嘉宾 您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请用一个词形容一下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您听到她的状态 你觉得你有信心改变她吗 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 你没有这个信心 我觉得别人带她走出去的可能性比较小 还是她自己得走过来 你会唱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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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来的路上坐一小时车 那个时候还没事呢 反正就在M10 不是一二上去了吗 然后从那开始 我对这个节目就 就没有那么大的注意力了 就是这个什么就 过去那种 就站在脑子里了 来 讲声有听 三号女嘉宾 您好 您好 横一台街 您好 欢迎您 欢迎您 哎呦 这是一双这个 干过活的手 你先听我说你别放弃 到时候他们赶紧给你那个弄电话弄电话 给你通知你 今天来这是对的 你知道吗 咱俩同岁是吧 来 请坐 会不会跟我一样 经常心里面觉得自己还可年轻了 没有 因为你孩子太大了 特别早就结婚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女嘉宾基本资料 刘东梅38岁 应该是山东北京人是吧 刘东梅的一天一般从早上三四点钟开始 匆匆忙忙给读高中的儿子做完早餐后 五点钟赶到公司食堂给员工准备早点 下午两点收工后再赶到阿姨家做零工 小刘吧 他就是因为到我家来给我帮忙 我们这才相识的 离婚了 然后又自己带着一个儿子 我当时就开玩笑 就跟我说小刘啊 你带一位男孩 你可得想好了 你这个让人接纳你 你这孩子这么大了 会有好多问题的 哎 阿姨我这孩子大了 他很快就可以挣钱了 他很快就可以工作了 就他平常这个人的生活的乐观呢 和这个从积极方面去考虑问题的方式 特别让我受感动 烧店出锅了 你先把人家尝尝 快来 让我尝尝 我等不及了吧 可不是吗 这是什么馅的呀 这是那个甜口的 这个呢 这是芝麻酱的 那我还先尝尝这个吧 好吃吧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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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 哎 这是什么馅的呀 怎么吃甜呢 还是红糖是吗 对 嗯 还有白芝麻 白芝麻 这小白块是什么呀 嗯 花生米 和花生米啊 丰富丰富 多吃点吧 嗯 这烧饼算是我吃的最好吃的烧饼了 一晚上就全是黑芝麻味 外酥里嫩的 哎 好吃啊 不可让我等了这么久 其实刚才我们俩一握手的时候呀 我就说这是一双干过活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生活挺艰辛的 嗯 还行吧 习惯了 肯定是踏实过日的人 然后心地善良 他好像没有自信 在演播时 我们化妆的时候 嗯 我们都可以在一起聊 他就自己做你 当然这个人肯定很善良 嗯 您的户口在北京 是因为您前夫是北京人吗 对 为什么离异 嗯 不顾家有一点 也不工作 对 你来养家户口 也不是 也挣不了多少钱 那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呀 嗨 年年就这么过 什么时候离异的 嗯 零七年 当时是您提出来要离婚吗 对 就导火索是什么 嗯 这也是他打我来的 那什么原因打你呢 我们俩本来是自个儿谈的 家里不怎么太通意 谁家不同意 我家不同意 嗯 为什么呢 当时也年轻 觉得太小了吧 嗯 后来在一块 家里也不太喜欢他 就是我儿子去 我嫂子家了 他就给我嫂子打电话 说话挺不好听的 啊 就是让孩子回来 我就听了挺恼火的 就前提是你们家人不同意 所以他心里有点记仇是吧 嗯 应该也有点吧 没有大度的男人 不像真正的男人 就当时我脾气也挺大的 两人他就打我来的 嗯 然后你就要求离婚了 嗯 对 他同意吗 开始不同意 后来就同意了 您是哪年结婚的 领证是01年 你孩子多大呀 啊 你刚刚不是你说的16岁吗 孩子啊 是 那你应该生孩子是98年 你这个孩子 这个男士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吗 是是 就是先结婚后领的证 哦 就没颁证开始 您那叫先生孩子后领证 不是先结婚后领证 别办事了 就是没领证 就是您的孩子如果16岁的话 应该生于98年吧 对 98年出生 孩子都出生了 那你97年就要谈恋爱了 嗯 就就不是谈恋爱 就已经怀孕了 对吧 是 97年的时候你22岁 对 一直没领证 嗯 没有 但是不领证的原因是 您不领证还是 我家里不同意 有些时候 忍受一些事情呢 甚至都不讲原则了 所以导致他在某些程度上 也是纵容了他丈夫 对他 有些这个暴力 所以这东西离婚嘛 一般的孩子 我想都有错 我是因为一年以前呢 就是我们家需要人帮忙 嗯 所以无意中呢 跟他相识了 嗯 他另外有一份工作 嗯 他为了呢 更好地把儿子培养起来 而且呢 不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嗯 他也不依靠 他就是分手的丈夫 就自己带着孩子 所以这样呢 就可以额外再多收入一些 所以去您家工作 而且在我家工作之前呢 刚刚做完手术 嗯 其实生活对他来说 真是困难挺多的 他们可能会认那个 那么少不了 insecurity 挺好友喽 グッド 部总装 bonding Snake filming 程 后 retired 此 有 楽 Billboard на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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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